煮健康餐很难嘞 而且健康了通常都不好吃的 吃太健康人生都不快乐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LiveTree 营养顾问Amanda 今天我不穿白袍 改穿围裙 今天要来教大家如何在10分钟里面 煮一顿简单健康又好吃的家常菜 是不是每次当你要吃健康一点的时候 身边总有这样的声音 健康餐很难嘞 肯定不好吃的 那今天我们就来打破大家对于 这些问题的刻板影响 Let's go 今天很简单 今天其实我们就是要做 我还没有给他取名的 就是南瓜鸡蛋菠菜 南瓜菠菜鸡蛋 好吃吗 好吃 非常好吃 而且很均衡的饮食 其实我们要准备的食材很简单 两粒鸡蛋 100g的金瓜 然后30g的菠菜 盐还有胡椒粉 就是适量咯 看你自己喜欢 现在怎样 我们第一个任务 找南瓜 找南瓜 真的啊 很大颗 我很无言 是怎样 是要给Cinderella做吗 小朱莉帮我签一下 这个刀会立的嘛 小朱莉帮我签一下 不太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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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瓜其实它有很高的那个 Beta胡萝卜素 它也是一个很高抗氧化的 而且为什么我会选它 就是因为我想要就是均衡的饮食 均衡的饮食 我们需要有 还有加均衡 南瓜它本身是一个 碳水化合物来的加均衡 如果你今天没有用南瓜的话 你今天想要改用成 甜蜜蜜 蜂蜀也是OK的 好了 现在我们要拿去蒸 在等南瓜的时候咧 我们可以打鸡蛋 所以我现在是做一到两个人的分量 所以我拿两粒鸡蛋 如果你用的是比较大颗鸡蛋两粒就够了 如果你只是用比较小颗 你可以放三粒 把它打散 OK 就这样 然后你可以准备菠菜 大概30克就这样子的分量 因为菠菜其实很有很丰富的维生素B6 铁质 还有folic acid 所以其实对女孩子 骨血是很好的 OK OK 正好的南瓜 其实这个南瓜 如果你是比较喜欢有一点口感的 你就不要把它捏得很碎咯 下一步就是把这个南瓜 放进去这个蛋液里面一起 就放完咯 你要吃多少都可以 然后就放在一起 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热锅 就放一汤匙就好 油的话其实很重要的 尤其是女孩子 因为我们身体 荷尔蒙比较多 吃激素 够油的话 我们的身体没有那个燃料 去制造荷尔蒙 所以有时候有一些人就是因为 减肥啊 尤其是减肥的 他们不要吃有少油啊 少盐啊 都是没有油的 到最后他们的月经也是失调 可是你要选油啦 就是好的油咯 等过热的油热了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 刚才馋好的这些 放一放进去 就把菠菜放进去咯 就放在这里就好 就是我用一点点罢了 就是想要给它有一点点 咸 不喜欢吃胡椒粉的 可以不用放啦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就放多一点咯 perfect size 其实等到它的那个蛋液 有一点好像凝固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翻面 这样子 其实我们有很多顾客咧 他们也是很想要吃健康的食物 可是在他们的印象中呢 健康的食物需要花很多工去准备的 或者是食材都会很贵 所以这个单元呢 我们就会教大家做一些 就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很方便很快速 然后营养数也很高 因为我们的顾客 很多都是那种 可能有癌症啊 或者是有妇科疾病啊 这样子的问题 然后他们就会很担心 很多食物都是不能够吃 其实挑选对的食材 所以我们来跟你烹调的方式 都蛮重要的啦 其实很多东西 他们都还是可以吃的 不一定说 一定是要吃得很像 就是生病的人那样 其实生病的人 更应该吃得更丰富一点 海丁 我去翻一下 等多一下 再过一下就可以吃了 就可以上桌了 ok 这样子就好啦 好啦我们的菜就完成啦 所以我们的这个叫做 南瓜菠菜煎蛋 就这么简单完成了 试吃时间 我觉得很好吃耶 南瓜很新鲜耶 就是那个 Cinderella的南瓜 其实很简单的 这一盘又有蛋白质 又有纤维 然后又有 complex的碳水化合物 那么如果你自己喜欢的话 你可以搭配一碗就是造米饭 这样你就会更有饱足感 然后如果减肥的人吃也是没有问题的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 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